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或是以前我们其实在课本上面看到的科目叫做 Occuminated Other Equity 你要去做这个结账的分路 就是你评价完之后这个会做一个结账 这个FTPL 的话就是透过损益的部分 其实就是在评价的时候 它就直接进到这个 Umbulate Holding Gantle Rose Income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直接认列进去本期的损益 它直接认列进去本期的损益 它会出现在损益表里面 那这边是不会的 这边会出现在其他综合损益里面 那再来我们讲的是这个出售的分路 FTOCI 其实出售的分路前面这个很好理解嘛 Cash 就是借记是Cash 那代的部分就是这个金融资产以及它评价调整的部分 评价调整就是我们上面已经做过的评价调整 因为评价调整它是一个金融资产的减项或加项 所以在这时候你要同时把它一起处裂掉 那在这之后你还要再记得一件事情 就是你前面评价过的东西 你出售评价过的东西 这其实是要把它冲掉的 可是这边写成这样 那其实你在实务上遇到的时候 你会先做一个 像我们等下后面的题目会讲到 它会先做一个这样 Unrealized Holding Gain or Rose 然后这边是代一次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它先做一个分路之后 再把这个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在当天就马上再借机一次 那再带这个Retain Earnings部分 反正就是你最后你要把这个部分 这个损益的部分 为时间损益的部分 直接接近Retain Earnings 为什么要直接接近Retain Earnings呢? 其实就是为了让它不进入这个损益表 那因为它是其他种损益 所以它不会出现在损益表里面 那在这个透过损益 透过损益衡量金融资产的时候 那其实你卖掉就直接认列一个这个分路之后 因为我们前面其实已经把 前面在重新评价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分路 Unrealized Holding Gain or Rose 这个分路认列成本期损益 对 这是我们要复习的一个部分 那我们再来讲一下E13-5 好,我们继续来讲这个E13-5 是我们之前应该要上 但来不及上到一题 那E13-5这一题很明显 那题目很简单 他已经把这个括号 这个框起来告诉你说 这个金融资产它是FBTPL 然后他告诉你说 这有一些following investment in ordinary shares 是普通股的一些交易 那这基本上就是要你做一些分路 那分路题其实 大家应该蛮喜欢分路题的 因为你越做越熟悉 反而是编表那些 我反而觉得比较麻烦 那分路题 我们1月1号发生什么事情呢 买了2500股的Ordinary shares 这个公司 那他特地告诉你说买了5% 其实就是在告诉你说 5%它是没有一个重大性的 所以它不会用权益法去做认列 那前面其实也告诉你说 它是FBTPL 那买2500股的普通股 那我们就来做 它股价是多少钱呢 他应该有告诉你说 这个股价是多少钱 哦 他没有告诉你 他直接告诉你的总价是142100的 那我们就做了一个分路 Financial Asset at FBTPL Equity 那代理就是Cash的部分 很好理解 那再来是7月1号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收到了现金股利 收到现金股利 2.8块Per share 那2500股 当然就2.8乘以2500 那答案就是7000 那就是Cash 然后Dividend Revenue 鼓励收入 那再来是12月1号的时候 是卖掉了500股的Ordinary Shares 那 这时候就是售出一个普通股 售出普通股 我们刚刚前面讲过 售出钱要做什么 要重新评价 周期一定要重新评价 所以你这边就做了一个Fair Value Adjustment 那你要看他重新评价是增加这个价值 还是减少它的价值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价钱是怎么样呢 500股然后卖了31200 那你就要去比较一下前面500股是多少钱 那他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前面500股是28420 因为他把这个142100乘以五分之一 也就是500股一开始你的成本是28420 那你这个现在卖出去的价钱是3200 所以你先做一个评价 把这个差额做一个评价调整 差额做一个评价调整 那差额是这个2780 2780 2780就做这个前面 这个12月1号的时候你先做一个评价调整的分路 那卖出去的时候就大概就拿到cash 然后把刚刚评价调整 跟原本的成本上面的金融资产一起重销掉 这个都很简单 因为这算是比较前面的题目 然后再来是cash cash的部分就是收到鼓励嘛 他又收到鼓励了 那这边你要注意的一件事情是说 他告诉你说收到2.9块per share 那你现在剩几股 你现在已经不是乘以2500 你不能马上的就写了7000上去 已经不是7000了 因为你现在剩下了 他其实每股收到鼓励不一样 变2.9块 那你现在也只有2000股 所以乘下去是5800块 那最后面12月31号 12月31号通常也会要你做一件事情 就是再重新评价调整一次嘛 12月31号 那除了收鼓励以外 要重新评价调整一次 那重新评价调整 变61.5块per share 那一股是61.5 那现在2000股就乘以2000 61.5乘以2000 就是12300 那12300再去跟原本的成本比较 原本的成本就是113680 113680 113680怎么来的 其实就是用 一开始的142100 用142100 你减掉 你售出去的28420 那就会变成这个113680 那这两个差额就是 你这个重新评价调整的一个差额 那这时候你就把它调完了 调完了 那也因为它是FBTP 所以你不会有一个额外的结账分路 那调完这个Unrealized Holding Gains or Loss 它会直接进到这个随意表里面 那就不会有要再把它结进什么 R-Equity啊 或是R-Equity啊 等等的这种分路 好 那我们这一题就讲到这里 那再来是十三之五 十三之五以前我还是要稍微提一下 嗯 你们应该会有个小考 那小考 这一次是在木柳上面进行的 那等到你们 呃 你们这次把它考过之后 考过之后 呃 你们看到这影片的时间 可能一定是你们已经考完了 我不确定 那我不确定 那我应该会先放上去啊 那考完之后 那你如果你有你要给我一些回馈的话 或者因为这个考试是我放上去的 你有什么意见的话 可以来找我反应 那因为我可能会比较知道这个考试的状况是什么 那你今天跟老师讲 老师跟我这边可能要一次沟通 那资讯传达可能会有一些错误等等 那 那 但希望不要就是 动不动就跑到D-Equity上面去 攻气老师啊 攻气助教 或者看到别门课 就是像林宇明老师那边 就蛮多人跑上去攻气老师 或者怎么样 那老师还就是自己 出面回应 那我当然觉得这样是不太好 不是说 要准视这种要怎么样 我是觉得 你要 你要反应就是要做有效的沟通 那你就直接来找 呃 助教或者找老师反应 那 我就说一下小考这个进行方式 在木头上面 如果觉得有什么问题 那你来找我反应 那毕竟 其实那个还蛮麻烦的 那期末考的部分 当然我们也会讨论一下 要怎么样去进行 那毕竟没办法到教室里面考试了 其实大家 也许在家里上课 过得很快乐 我自己也上过远距的课 那 远距的课 当然我有曾经 就是因为它早久 那我就 好像后面睡觉 在后面睡觉 啊 电脑开着给他跑这样 但 我觉得会计还是可以好好学啊 就建议大家 还是可以认真学习一下 那我周到人 其实有学过会计 就觉得会计其实还蛮有用的 真的还蛮有用的 不要觉得 快途会计只能用事物所 会计其实是很多东西的底子 你今天做投资 你还是会用到会计嘛 对不对 那你今天去做 产业分析好了 你做顾问 那你要不要看财高 你要看 那这些东西你要不要看得懂 你要啊 你不能只看懂什么延伸性金融商品的交易啊 或是一些公司的行销策略 你这种财务面的东西 还是要了解 所以 当然还是建议大家认真的 就 尽管是远距上课 那大家还是可以认真学习一下 尤其我们下一章 其实要讲的东西是现金扭量表 现金扭量表 现金扭量表这东西 其实蛮重要的耶 现金扭量表这东西 跟你未来如果想要自己研究投资 会怎么样 它对股价影响蛮大的 我说 大家有听过黑字破三 我上次贴考好像讲过 就是你现金不够了 没办法去周转了 因为你知道 买卖业项或是制造业项 你要买原料进来 你今天没办法买原料 你的公司就没办法继续运作 所以就会导致很多的问题发生 所以我觉得大家下一章可以特别认真去学习一下 那这一章我们就继续讲这个Problems 13-5的部分 Problems 13-5这一集 蛮大的很大 也因为这样 所以上次我就知道时间不够了 所以我就没有上这一集 那这次我们就来把它讲完吧 那这一集告诉你什么呢 它告诉你说 The Foreign Securities Pasco 这一家公司的 Profilial of Long-term Non-Trading Securities 那Long-term Non-Trading Securities 是什么意思 它其实暗是一件事情的 它是FVT-OCI 那如果它是Trading 就是用来Trading的话 它会叫做FVTPL 因为我们知道以前 以前的 在IFRS-9还没有出来之前 IFRS-39的时候 其实这种FVTPL 就是透过损益 按供应价值的衡量金融资产 它其实叫做被公出售 那也就是用来交易用的 我们就说FVTPL 认列成FVTPL的金融资产 其实是比较倾向去买低卖高 这样做成价差 那FVT-OCI 其实相对的是 比较没有那么激进的 那也就是这样 你看到这个 这样的一个叙述的时候 你就知道 它应该是FVT-OCI 可以吗 我觉得应该 这有点 这有点 比较暗示一点 比较暗示一点 因为它提杠好像 没有讲得很清楚的样子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现在有什么样的股票 它分别有这三种 三家公司的股票 三家公司的股票 那你看一下 instruction要你做什么 先看instruction 但第一个就是做分路 prepare general entries 就是recorded transactions 那记录这个交易 那我们就看一下 有什么交易吧 1月20号发生什么事情呢 sold 1000 ordinary 这个 13 ordinary shares of 这家公司at 54.8 per shares 那这个 你看又要售出一个股票的时候 你就知道 啊售出股票 售出股票 你要做什么 重新评价 我们刚刚前面就讲过 售出钱 一定要重新评价 那我们就来做重新评价 那我们就来做重新评价 来分路吧 那你注意看一下 它卖出的是哪一家公司 是这个R开头的公司 也就是这边第一个 那原本是52,000块 1000股 52,000块 那现在变54.8 那也就是全部的成本 现在被拉到多少钱呢 54,800块 从52,000跑到54,800块 52,000跑到54,800块 那差额就是这个28,000 所以我们在右边 我们就做一个平价调整 平价调整 我画一下好了 这个 52 这个 54,800 这样的差额就变这个28,000 那我们就做一个平价调整 平价调整 可以吗 那当然我们记得记得的部分 还是这个Fail Barrier Adjustment 这就是一个金融资产的一个加项嘛 那代理的部分就是Unrealized Holding Gandal Rose 那这边是OCI的部分 记得要认列成OCI 那认列成OCI 那认列成OCI 你就要记得一件事情 它是要结账到另外一个科目的 等一下我们会结账到另外一个科目 那第二个就是Cash 我卖出去的时候就有Cash 那当然你要从小到就是 你刚刚的评价调整 跟它原本的埋进来的这个金融资产嘛 你要同时把它冲掉 那再来是 这边要发生一件事情 我们可能还没有遇过这个分路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你要把Unrealized Holding Gandal Rose 那OCI的部分 结进去这个O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或是Other Equalty 你要把它结进这个其他综合损益 累积其他综合损益里面 那结进去之后 你会在同一天 马上再做一个分路 叫做 把这个O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结进这个Retain Earnings里面 结进Retain Earnings里面 其实我在讲义上面没有写得那么清楚 我们讲义上面其实是这样写的 我们是直接把这两个分路合并 把这个Unrealized Holding Gandal Rose 直接结进Retain Earnings 那既然它这边要这样做 我们就照着它这样做吧 就是你要把它结进这个O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再马上结进这个Retain Earnings 一般来说 我们结进这个的时机是什么时候 是期末评价调整的时候 因为期末评价调整它还没有实现嘛 所以它不会结进这个Retain Earnings 它就会记录在帐上 在这个O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里面 那这边是实现的 所以它马上转进去 再转成Retain Earnings 可以吗 那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讲 再来一次 1月28号的时候 买了新的股票进来 买了400股这个R公司的股票 一股是70块 哦没有 它买了一家新的公司的股票 然后是花了28000元 花了28000元的股票 买了 它面额是70块 那它其实是花了79.2的价钱买进来 所以这边你认列成本的时候是用79.2去乘以这个400 79.2乘400 在这边嘛 31680 认列进来 Financial Asset FVT OCR Equity 那注意哦 你会想说它也没有讲认列进来 是认列哪一类的金融资产 可是这家公司 它本来就已经讲说 这里面全部做的分路都是在做这个 这一家Pascaris SS Portfolio Portfolio就是资产组合 of Long-Term Non-Trading Security 那意思就是说 它全部这边做的分路都是在这个 Non-Trading Security 这个Portfolio里面 那它就是一个 全部都是FVT OCR的意思 好 那我们就 看完了嘛 买进来了嘛 那我们就看下一个咯 下一个30号 收到这个现金股利 是1.5块 一股是1.5块 of这个Elderberry的Ordinary Shears Elderberry在这里 它总共1400股 1400股乘以1.05 1400股乘以1.05 可以吗 1400股乘以1.05 那就是这个 清算一下 不要清算 呃 在 这个1470嘛 1470 1.05乘以1400 1470 就收到这个股利的部分 好啊 那再来 我继续往下讲 就往下讲是这个 2月8号 2月8号的时候 它收到了这个 Cash Dividend Persure 那是这个MATURN的 这个 特别股的股 特别股 那 这边看到1200股嘛 那0.4 乘以1200 当然就算下去 就是 480 0.4 乘以1200 480 对 那这两个都很简单 大家不要错过这种题目 那再来是 18号的时候 它卖掉这个1200股的特别股 领完股利就卖掉 领完股利就卖掉 其实现实上也很多人是在做这种事情 大家知道 股票它是会去发股利的 那 股票发股利前 其实它的股价会到一个最高点 因为大家会预期它准备要发股票了嘛 那我们就有些人会买了 然后领了之后 领了之后就卖掉 或是有些人会等到要发股利的时候 价格最高的时候就卖掉 那等到股利发完之后它再买回来 因为你知道公司发股利之后 它股价一定会往下掉 一定会往下掉 因为相对的大家就知道 哦股利发完了 那我现在买干嘛 所以它股价会往下掉 通常那个价格就是股价减掉股 它发的股利 就会是除息后 除息我们叫除息 其实就是发股利后的价格 如果你没有概念 你现在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你本来就有投资 那你会觉得这很简单 好 那我们18号讲完了吗 2月18号讲完了 哦 还没有 2月18号还没讲完 那1200股这个股票 26.3 那我们讲说出售前一定要先做什么 出售前一定要先做重新评价调整 重新评价调整 重新评价调整 那重新评价调整 那我们这边 被挡住了 这被挡住了要怎么办 好 完毕这个相机率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边是 18号的时候 重新评价调整 26.3 26.3乘以1200块 就是这个31560 也就是这个31560 那这是这时候的价格 那原本买进来成本33600 那这时候终于有个Loss 那这边就会出现2040的Loss 所以你就会借借 这边就是借题 Loss 的话就是用借的 Unrealized Holding Game of Loss OCI 那带的部分就是这个Fail Value Adjustment 那它这时候就是这个资产的减项 减项 好 那重新评价完 就要卖出去了 那当然卖出去就很简单吧 借Cash 然后31560 31560 31560就是 我们刚刚讲过1200 x 26.3 这个数字 那你同时要把这个减项的部分也冲掉 冲掉 那这最底下代记的部分就是它的成本 成本的那个金融资产 卖出去了 那卖出去之后 记得我们刚刚讲说有一件事情要做什么 结账 它要把这个Unrealized Holding Game of Loss 这边Loss的部分 结进去这个Occumulated Other Equities 或者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就是这个累积的OCI 那它就把它结进去了 那你马上要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在把这个累积的OCI 再结进这个Retained Innes 里面 Module 1 里面 你看 我们继续开下去 它就马上又把这个 O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再结进这个Retained Innes 那这个结进去不是让Retained Innes 增加 是减少 你看Retained Innes 是在借记的部分 那Retained Innes 在借记的部分 其实就是等于说是减少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大家还是要记得一下 你不能忘记说 资产在增加的时候 应该是用借记的 那负债跟权益在增加的时候 是用代记的 那反过来 反之回推 资产减少的时候 是用代记的 是Credit 那这个权益跟负债 在减少的时候 它是Debit 是借记的 这不要忘记 我不知道 有些可能到现在 还是会忘记这种事情 那我就不知道你是怎么 学到现在的 可能运气很好吧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讲 呃 刚刚讲哪里 18号 那我们再继续讲这个 这个July 就是GV30号的时候 它又收到这个现金股利 一块钱 那是这个Elderberry Auditorium 它又收到这家公司 1400股一块钱 那就是1400块 对吗?很简单 那September 这个CIS的部分 是它买了额外600块的 600张 这个面额是70块 但它用82块买的这个股票 这一家H开头的公司 那你要记一下 H开头这个公司 它买了多少 它前面买了400 400股 那这边又买了600股 所以它现在总共有1000股 那它用600股买了82 82块的价格 那你就把82乘600 那你就可以算出来 它买了多少钱 4920 4920 4920 一样任列进来 它是这个Financial SAI FVT OCI Equiry 的部分 好 那再来我们就讲一下 呃 最后12月1号 又收到一个信金鼓励 但是分路真的是很长 真的很长 但 你要知道啊 其实你如果真的去做会计 走 你会发现那分路更多啦 你一年公司的交易 七千万几亿 其实 所以我们不会实际上去用手续写分路 那发生的其实都是系统上 像是一些SAF啊 或是其他的定心啊 之类的ERP系统 去帮我们做处理 那我们要看了 可能就是去 呃 去每天的一个结算 那样出传票这样 有兴趣可以去实习看看啊 不管是事务所 还是一般公司财务会计 都可以试试看 不会很难啊 不会要你做很难的事情 12月1号 千股励1.35 1.35% 那总共几股 1000股 记住哦记住哦 你刚刚买600股 你前面买400股 你总共有1000股 1.35x1350 好 那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来看 我们做完这个分路 那接下来干嘛 那他叫你说 post to the investor account 哇 他这时候叫你去做一个post 这个post account的动作 又是T account 这个叫做什么啊 呃 结 结账吗 结账 T account 反正就是T account 那他要做一个账户是这个 这种金融资产 FBT OCI的金融资产 那T account 当然就是balance balance balance一开始这三个加起来 这一开始 1月1号的balance 那你分别把上面有 买或是卖都算进来之后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 最后的余额是164800 可以吗 哇 这真的是很久没通过的东西 但你先就复习一下吧 那再来是 C是教你做什么呢 prepare adjusting entry at December 31st 那意思是说什么呢 他叫你说 你要去做一个调整分路啊 然后结账分路 调整分路跟结账分路 是12月31号的部分 那12月31号你要做什么结账分路呢 其实就是你要去注意的是 你前面有做重新评价调整的部分吗 呃 没有 前面没有做 因为前面都是出售了 才会做重新评价调整 那这边他要求你做的重新评价调整 是在12月31号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the fair value of the security world 那他给你这一家公司的 因为其实 这个R公司他已经卖掉了吧 所以我们账上剩下这两家 账上剩这两家 那这两家分别就是 这一家有一千股 这一家有一千股 那这一家 Elderberry 一千四百股 应该还是一千四百股 看一下喔 有点忘记了 呃 来 来 来 Ferchase Ferchase 对对对 他还是维持是一千四百股的部分 一千四百股 那我们就看一下他怎么样去做他的评价调整呢 那这边就有一个分路嘛 这边有一个分路告诉你说 这边我们刚刚已经讲过说重新评价调整要做什么 你第一个就是做这个 调整在账户的上面 调整在账户的上面 那这边刚刚你做完T account 其实你已经知道最后面它的资产价值是164800的嘛 164800 164800 那 这要去跟什么做比较呢 这个161600 161600 也就是你把这个1450乘以64 再加上1000股乘以72 把它加起来之后就会是这个161600 那这时候为什么 然后它的其实这个评价调整是减少 它发生了一些损失 它发生了一些损失 那你去注意看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你看 它买进来这个Hachito股票的时候 是82块跟79块的时候买进 那现在只剩下72块 那很明显它的股价当然是往下掉啊 往下掉就会有一个重新评价调整的损失 那Elderberry的部分 Elderberry的部分我们看一下 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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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也是有一点损失啊 那我们就看总额啦 总额就是减少了3280 3280就是做一个平价调整 平价调整完之后 你要马上做一个结账分路哦 结账分路你就要把这个 这个未实现 Unrealized Holding Gandal Loss OCI 的部分 接近我们刚刚讲的 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里面 你要把它接进去 那这时候不会接近Retain Earnings 就接到这个账户里面 为什么 因为我们还没有售输 还没有售输 我们就不会接近Retain Earnings 里面 可以吗 这个记得 我们还没有售输 就不会接近Retain Earnings 里面 那最后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第一个问题是说 Show the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Prest attention at December 31st 他告诉你说 你要去看财务状况表上面的一些 诶?这边还有什么吗? 哦对 我们去看财务状况表上面的一些东西 那这边我们刚刚有放 我有放上算式 放上算式是怎么算的 这就是分别 两家公司的股票是怎么变动的 那Elderberry 它其实股价是增加的 它的总额是增加的 那Hashito 就是Comparation 它的股价是减少的 那它的价值就变低了 反正最后总额就是变低了 总额是变低 总额变低 好 那除此之外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面 他就告诉你说 你要做财务状况表 也就是自然负责表上面的一些的表达 那表达 那你就看 我们最后面剩下哪两个 其实就剩下这两个的金融资产 那investment 底下 你就会做一个financial asset at FBT OCR equity 跟它的评价调整 我们说如果这个评价调整 是它的简相 或是它的佳相 你要把它同时放进来 你要把它同时放进来 那当然我们评价调整的时候 然后调了3280 那这个3280 这个简相 就会同时出现在这边 这个上面的financial asset at FBT OCR equity 是记录它的成本 记录它的成本 那下面这个3280 是记录它的重新评价调整 为什么不把它合在一起 因为我们就没办法 比较清楚去了解它的成本是多少 我们在折旧的时候也学过 我们的累积折旧是放在 你原本的PPE下面 PPE就是你的building 你的acquement之类的一些科目 那我们这边是同一类推 同一可乘 你就一样把它放在下面 然后记录它的净值是多少 好吗 这是investment部分 记录这investment部分 是资产 是asset 那再来是equity的部分 equity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刚刚结进去的一个 accumulated other comprehensive income 这边我少了一个income 少了一个income 是这个3280 3280 可以吗 那当然这个 这边如果你要这样表达 当然也没有问题 你直接用金额去表达 金额表达 也是没有问题 也是没有问题 好不好 只是我们比较 我是比较推进大量 这样 你会比较清楚 你自己做哪些科目 好吗 那这一期其实就到这里了 那我们就已经讲完了 那 今天 题目差不多讲这样 今天比较少是因为 其实我很早就把这个13章的部分 交完 那我希望就是 在这个疫情那么严重之下 大家没办法出门 像我也好几天没有出门 真的好多天 但我还是要去学校上班 就是一周一次这样 所以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 寄信给我会比较慢啊 那我这个影片放在YouTube 如果你想用YouTube留言的话 那当然欢迎YouTube留言 甚至可以 其他人看留言就可以得到解答 那我当然就不用回答那么多次 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好不好 那当然 我会放在YouTube上面 你如果想看YouTube上面其他影片 我当然欢迎啦 欢迎 我之前有拍过一些影片 然后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的 对对对对 那除了之外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没有了 那大家小口加油 好不好 期末考 有什么问题再跟我讨论啊 那这一张13张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用 看你要用Message 问我啊 或者你有Instagram 或者什么东西 你再想不到要去找我 那寄信的话 相对会比较慢啊 会比较慢 我通常都这样 但我还是会回啊 如果真的没有回 你就 再寄一次 好不好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哦 那拜拜 记得订阅按下小铃铛啦 我这都提醒一下好不好 帮我按赞订阅小铃铛 可以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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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